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 当我接纳自己的平凡后 我反倒实现了人生的逆袭 作为一名从业多年的心理咨询师 如果真有什么人生建议 想要与人分享的话 我最想分享 我们都要学会悦纳平凡 这是走向成熟的重要关卡 成功通过这一关的人 能够整合理想与现实的鸿沟 学会真实生活而无法通关的人 将沉浸在求而不得的幻想里 终日与痛苦纠缠 或许所有人都相信自己生而不凡 毕竟天选之子的美梦 总是让人感觉良好 我曾经也觉得自己与众不同 必成大事 但这种以自我中心的想法 注定会与本就无中心的现实碰撞 形成巨大反差 造就了我巨大的痛苦与烦恼 所幸这种糟糕的状态 将我带上心理学的求学之路 让我逐渐找到迈向成熟的空观之道 接受自己的平凡 悦纳平凡并不是妥协 更不是心灵鸡汤 而是对生命的敬畏 对人生的理解 甚至是对世界的一种宽广感悟 悦纳平凡后 也并不是走进人生就这样了的狭路 反而能开辟别样的天高海阔 自认为与众不同的后果 往往是格格不入 高中时 我突然陷入一段持久的 莫名的反门之中 与世界保持很深的距离 父母忙于工作 不可能理解我 同学都有好友 我的存在似乎对他们可有可无 年少躁动的情感 更让我不胜其烦 我那时也不了解学习的意义 唯一的快乐就是 偶尔不错的成绩换来的几句表扬 于是表面上我成了一个成绩还行 和同学关系不糟 父母不用担心的孩子 但我内心的孤寂却一点点扩张 逐渐将我侵蚀 我变得沉默 既然没人能理解我 那也没必要和他们太多交流 放学后 我会花一两个小时 压马路 以获得内心的平静 后来我才知道 那时的我 在同学眼里是一个性格 有些孤僻和怪异的人 我穿着随意 甚至是邋遢 给人距离感 虽然可以接近 但随时可能发生情绪波动 让人静而远之 我知道自己曾经有过一段晦涩 也许引人非议的时光 但直到亲耳听到 昔日同学的讲述 我才知道 自己给别人留下的是什么样的影响 这让我很汗眼 或许是冥冥之中的安排 也或许是自身困扰 让我不得不想办法自救 原本目标明确的我 在填报高考志愿时 偶然发现心理学专业 于是 当时全国仅有的四所 开设应用心理学专业的高校 都出现在了志愿表上 就是这样一个 看似灵光乍现的选择 让我的人生 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心理咨询如何让我悦纳平凡 现在回顾起来 这种改变分为三个阶段 这三个阶段就像是往上爬梯 每走一步都让自己视角更开阔 感受更丰富 改变更立体 第一个阶段是本科学习阶段 虽然理论知识的学习 与我预想的不同 但所有专业课程 对我都有莫名的吸引力 当这些知识能够成功 运用到自己身上时 我体验到心理学的独特魅力 虽然我还没有开始 系统的自我分析 但一些知识的灵性运用 让我受益匪浅 比如肌肉放松术 让我在面对众人演讲时 并加放松 梦的解析 让我对自己一部分困惑的梦 有了初步理解 认知改变 让我对自己的情绪控制 得到了提升 后来 我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 一起组建 蓬佩心理咨询团 通过这个专业团体 我开始进行心理咨询的实践 我感受到了助人的快乐 就是在自助 与助人的快乐中 不逐渐坚定 在心理咨询这条路上 走不下去的决心 第二个阶段 是开启全职心理咨询工作的阶段 虽然有些曲折 所幸在对这份事业执着追求下 终于如愿一场 随着咨询对象的不断增加 逐渐的 对心理咨询以及自己 也有了新的认识和看法 如果说 一开始我对心理咨询的理解是 由咨询师带领来访者走出困惑 而经历了不同的来访者之后 我逐渐意识到 咨询是一个咨询师与来访者 共同成长的过程 虽然来访者是带着困惑而来 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比其他人欠缺什么 我的来访者中有家庭幸福的 有位高权重的 有富甲一方的 也有聪明绝顶的 他们在别人眼中都是让人羡慕的 无忧无虑的 在咨询室里 他们不再是一个个标签 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 在靓丽的外表下 有着各自的苦恼 内心的挣扎不比任何人少 当他们达到目标 满意离开咨询室时 脸上的笑容又是如此的平凡而动人 这个阶段 我学会去发现 每个人身上的独特性与平凡面 真的感谢所有来访者的陪伴 不仅让我看到他们的平凡与真实 也让我看到自己的平凡与真实 我开始明白 每个人都有生而为人的平凡 同时也有属于自己的特别 对这个世界而言 没有谁比谁更重要 也没有谁比谁更不重要 第三个阶段是系统的督导 自我体验 自我分析的阶段 当我对自己的咨询充满自信时 我的督导师是不是提醒我 你是否注意到 有时候你会把咨询变成你的咨询 通过反思 我看到这样的状况的确存在 但我始终无法明白为什么 于是这个话题成为了 我和我的个人体验师之间的重要议题 直到一些童年场景不断浮现出来 当我说 长大之后要当科学家 长辈们都用赞许的眼光看着我 当我回答出了一些很困难的问题 父母对我寄予了很大的肯定 我逐渐意识到 原来我一直没有摆脱追求不平凡与别人的肯定 我在高中时的孤寂与烦恼 正是处于主观和现实磨合的过程中 那些看似怪异的行为 很大程度上是博人眼球 满足自我中心的需求 当认识到这一点之后 在体验师的待遇下 我不断地去执念内心的渴望 用言语来表达自己的需求 用替代的行为 来实现自己的合理需求 渐渐地 我已不再执着于儿时的渴望 我不再是曾经的我 我此时的需求 已经不是追求超凡和别人的肯定 而是用最适合自己的方式 来实现自身价值 而且我有足够丰富的资源 来满足这一内在寻求 因此平凡不再是一个带有贬义的词汇 它就是我的一种状态和属性 当不再与自身对抗时 我自然地就能更加坦然地 专注于事和物 当能真正悦纳自己的平凡时 就能体验到从心所欲 不与举的自由感受 虽然我还远未到完全悦纳自我的状态 但已有的改变已经逐渐显现出来 昔日同学眼中的怪异少年 现在成为了一个沉稳 随和的心理咨询师 悦纳平凡是一种状态 而非一个结果 成长的道路有很多 没有一条绝对正确的道路 但一定会有一条适合自己的路 伟大的人之所以伟大 不是他注定伟大 而是他在适合自己的道路上 创造出了伟大 以我自己的经历而言 认为自己与众不同的迷茫与困惑 是自我探索中的波折 如果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路 这些波折都可能成为陷阱 让我不法自拔 而我的这条路就是 悦纳平凡的自我 很多人习惯了做梦与幻想 也许会觉得 接纳自己的平凡 是一种对苦涩现实的妥协 是一种求而不得后的被迫放弃 于是哪怕痛苦 也做着遥远的梦 但事实不是这样 悦纳平凡的前提是 充分地认识自己 认清自己的局限 同时发扬自己的潜能 不再只是停留在幻想一边做梦 也不再只停留于现实的一边 放弃一切可能 而是在两者之间建造桥梁 在真实的世界里 去创造自己真正的价值 某种程度上 是否能悦纳平凡 决定着我们能否真实地活在现实里 并且在现实里自我实现 因此悦纳平凡并不容易 如果我们不主动选择自我探索 我们对自己的深入认识 并不是必然会发生 如果对自己的认识不充分 何谈接纳呢 更何况是接纳自己的平凡 而心理咨询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途径和方法 让我们能够更好地悦纳自己的平凡 如果把自我成长和改变的过程 比作是化妆 那么心理咨询就是化妆过程中 必不可少的镜子和化妆品 对自身的认识 很难靠简单的自我观察和分析就能完成 就像我们要看到自己长成什么样 需要一面镜子 而心理咨询就是一面 用以观察内在自我的镜子 当我给别人做咨询时 我是别人的镜子 我看到了人生百态 通过观察别人 我发现了自己的平凡与妙骚 而当我被督导 进行个人体验时 我透过镜子 看到了我自己的存在 看到了自己的好与坏 看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渴望 在这样的不断探索过程中 我们对自我的认识和接纳 才有可能发生 当我们能悦纳平凡的时候 会发现 不再需要通过做什么 去向谁证明自己的存在 我们本身就是存在的 也不需要到达什么样的不凡 才能变得精彩 我们本身就是精彩的 世界也是向我们敞开的 如果你也无法接纳自己 甚至无法认识自己 那么可以选择走进咨询室 去发现你的真实 去开启你的精彩 好了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启发呢 如果你喜欢这篇文章 欢迎点赞 评论和分享哦 那在这里也和大家说一声 祝你快乐 祝你幸福 如果你无法 接纳现在的自己 可以去做一下咨询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好的途径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哦 感谢观看